第三课 经理对我印象不错 课文一 小夏和小雨聊小雨面试的情况 小夏和小雨聊小雨面试的情况 你上午的面试怎么样? 还可以 他们问的问题都挺容易的 就是我有点紧张 面试的时候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 要相信自己的能力 你说得对 3月15号上午8点 在学校体育馆还有一个招聘会 你去吗? 我还没决定呢 听说 这次招聘会提供的工作机会很多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课文二 马经理和小林聊招聘的事情 马经理和小林聊招聘的事情 小林 这次招聘不是小李负责吗? 本来是小李负责的 但是他突然生病住院了 所以就交给我来做了 哦 这次应聘的人多吗? 经理 这次来应聘的一共有15人 经过比试和面试 有两个不错 这是他们的材料 您看看 这两个人的能力 都比较符合我们的要求 你通知他们 下周一上午9点 来我办公室吧 好的 那我马上跟他们联系 课文三 小林和王静聊王静的工作情况 小林和王静聊王静的工作情况 王静 好久不见了 大学毕业后就没联系了 你现在在哪儿工作呢? 我一毕业就去上海当律师了 你对现在的工作一定非常满意吧? 我很喜欢现在的工作 因为我学的就是法律专业 而且同事们都很喜欢我 另外 收入也不错 星期天 咱们同学聚会 你能来参加吗? 能来 虽然这次来北京 时间安排得很紧张 但我一定借这次机会 去跟大家见见面 课文四 面试的时候 经理对我印象不错 还通知我 明天就可以上班了 真没想到 找工作这么顺利 你想知道 面试需要注意什么吗? 首先 要穿正式的衣服 这会给面试者 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让他觉得 你是一个认真的人 其次 应聘时不要紧张 回答问题时 说得不要太快 声音也不要太小 要相信自己 有能力做好 当然 最重要的是 回答问题 要诚实 课文五 第一印象 就是在第一次见面时 给别人留下的印象 虽然第一印象 不总是对的 但如果想改变 却很困难 你给别人的第一印象 会影响他们以后 对你的感觉和判断 所以 给第一次见面的同事 留下好的印象 以后的工作 可能会更顺利 给第一次见面的顾客 留下好的印象 你可能会卖出 更多的东西 但是 如果第一次见面 给别人留下 像不准时 这样的坏印象 那么以后 就很难让别人相信你 所以不管是上课 上班 还是与别人约会 准时都非常重要 就和大家估计划